是咖啡色然後配那個 棕色鎖鏈的長背帶 這個背帶不是附的喔 背帶是架構的 然後它自己原本的是真皮背帶 真皮背帶在這 就是跟它包包一樣顏色的真皮背帶 然後也是可以調整 等一下再放給你們看 然後它可以鞋背 它原本附的背帶就夠長 就是足夠可 而且有五段調整 所以它鞋背、肩背、手提 或用手勾折都可以 就是好像所有的方式都可以吧 就是你想得到的包包用法 基本上都OK 而且它容量是很大的 真的耶 它可以肩背、側背 然後跟手提都OK 對 這一款我還蠻愛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架構背帶好大喔 我們這個model它現在 它升到165 連它背都是比例是OK 所以如果你們175以內都Safe 175以內 包包其實造型是比較簡單 它就是有一個翻蓋的設計 然後有一個非常重點的是 如果你是沒安全感的人 會最在意什麼 包包有沒有拉鍊開口 其實很多包包喔 它就是不會有這一道拉鍊 它直接是一個開口 然後它就是給你一個直口 你看這一款就是有拉鍊又有磁口 而且它磁口是認真的磁口 而且它磁口是認真的磁口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去對 它的吸力超強 然後你其實平常要開不是那麼容易 它是認真的磁口 然後你看它拉鍊很安心 有什麼 它首先是一個外面的大拉鍊 然後在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有一個萬用袋 在靠近外側 然後那側的地方呢 是有一個拉鍊夾層 這邊拉鍊夾層 所以裡面就會變成三個空間 然後它的厚度非常厚喔 那底珠 底珠的部分 還沒撕掉膠膜 底珠都是有的 所以你使用起來你的四角不容易磨損 然後邊緣都是由邊封好 所以不會像一般的包包很容易 角落就破皮 我自己的用了一年多了 基本上都是好的 沒有什麼破皮的現象 左右兩邊 它是雙拍的拉鍊 所以你可以放中間 這樣是一個造型 就是你想要把流速放中間當作裝飾 那如果你想要再素一點的話 你就放側邊 就是另外一個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背後這個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 是我只要可以做這個設計的包包 我都會做 就是在靠近自己身體內側的地方 還有一個拉鍊層 這個拉鍊層真的太重要 我都是直接從這邊拿 而且很靠近身體 你也不用怕不見 很方便啊 這種有這個拉鍊內側我一定會做 這樣 你過後 它的這個保溫瓶它就會放在最下面 所以它是甜美的女生 就是如果你很多白色衣服 或是比較米色衣服 你是走甜美風格 對對對米白色性的話 比較溫柔 溫柔是一個 這個是溫柔 看你個人的比較休閒 所以這一款我是自己是黑色 黑色反而就是配休閒很OK 黑色反而就是配休閒很OK 對這個直上班 通勤的感覺 就是它是360度零食膠 對有沒有